一提到糯米鸭常来店里的时刻,会不禁眼露喜色,现在就开启这道美食秘方,见识美味背后的真功夫。 本草钢木记载,鸭肉煮大火虚牢,醉消毒热,力小便除水肿,消杖满,退窗肿,定精咸。 糯米鸭顾名思义,以鸭和糯米为主要原料,复以花生、干辣椒及十余种香料制作而成。 糯米营养丰富,补中益气,健脾养胃,止虚汗之功效,为节省时间,先将糯米淘尽蒸煮作熟,同时开始赌鸭的工作。 先将葱姜蒜放入老汤中烧开,再将整只鸭子放入。 蒸煮时,需要随时翻动鸭身,保证受热均匀。 翻动鸭身,老汤的鼓鼓热浪冲出。 不过,为了美食,还是要暂时忍受一下热浪的清洗。 带鸭子煮熟捞出,用专用的勾叉取出。 经过高汤卤过的鸭子,色色红润,香气不鼻,让人忍不住想吃上一口。 不过别着急,这只是半成品,好戏还在后头。 趁鸭子正热将其切块,按照鸭肉的纹路撕成细条肉丝,浮于盘底。 可别觉得这道工序不齐养,这可是个清洗活,肉丝一定要细,因为太粗的鸭肉丝不利于下一道工序的入味。 此时,糯米饭已经通过一个小时的蒸煮,米香四溢。 取出一碗糯米饭,加入花生碎末,盐,鸡精一起搅拌。 再将搅拌后的糯米饭均匀地盖在刚铺好的鸭肉上,形成饭饼。 最后打上两个笨鸡蛋,把搅匀后的蛋液涂抹在饭饼上。 剩下两面都要涂抹均匀。 同时,另一边可以先烧热一锅油,油开后将涂过鸡蛋液的饭饼倒入漏勺内。 在滚烫的油锅里走成一遭,金灿灿的糯米鸭便做好了。 别小看这块小小的糯米鸭,这可是两兄弟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改良后,做出的纯正疗养味。 可以说兄弟俩的感情浇灌出的美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